一个带着狮子头的奥特曼正要拿走等离子火花 幸好黄金形态赛罗及时赶到阻止他 要是被他拿走了能量核心的话 所有的奥特曼全都会立刻变成冰雕 大战马上一触即发 到底是赛罗的狗头面具厉害 还是小金人的狮子头面具厉害呢 那还用说吗 当然是赛罗奥特曼更厉害了 那可不一定 我觉得小金人的实力也很强大啊 你们别在这聊天了 我跟你们说 现在这里很危险 我先送你们回去你们的星球 下次再邀请你们来光之国这里玩吧 哇 绑好安全带啊 我们马上出发了 达达哥哥 你这台直升机好可爱啊 达达奥特曼不知道在哪里找来了一台粉色的直升机 带着这两个很喜欢奥特曼的小朋友先离开光之国 朝着地球的方向飞去 小金人和赛罗展开了激烈的对决 他们头上戴的魔法面具都是从西卡丽那里拿来的 每个面具都有不同的魔法技能 一时之间都分不出胜负 让你试试我赛罗龙卷风的厉害 好可爱哦 接招吧 塔尔塔罗斯再来尝尝我的冰棍魔法 怎么样 是不是很凉快啊 好冷啊 冷死我了 还没结束呢 到我表演了 西卡丽狮子头形态 你这是什么黑暗魔法 糟了 我的光在慢慢消失 经过了三百个回合的大战 塞罗终于打败了小金人 拿回了西卡丽的狮子头面具 准备把小金人交给奥特之父处置 而就在这时 西卡丽也从实验室赶过来了 还得是你啊 塞罗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西卡丽奥特曼 这个狮子头还给你 以后可要好好保管 不要再落入坏人的手上 真是谢谢你了 塞罗 顺便把你的黄金狗头也还给我吧 嘿嘿嘿 不好意思 差点忘了 塔尔塔罗斯 你这次跑来光之国这里捣乱 是十分错误的行为 我就罚你帮奥特曼们 种一年的菜好了 你服不服气 服了服了我服了 哦 以后你就在这里挖呀挖呀挖吧